OK,我们今天开始吧 你今天吃的什么 500克牛肉 然后三个鸡蛋 100克生菜 75克脂肪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今天是练肩膀 你今天睡眠怎么样 今天在床上睡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到两个小时的这个睡眠 这个具体的时间没有记录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建立他人自信的一个核心点的话 是要去一 要去给别人一些正的反馈 然后第二 就是要去让别人能够自愿自主的做决定 然后第三 就是要建立一个集体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阶段性模型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 他用到的比方说开放式问题的这种方法 就是不是说这个只有是或者不是这样的答案 这种方法的话 在其他领域里面其实也很常见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长时间一直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情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没有特别愧疚或生气的事情 你今天你未来想做什么 不断就是去测试整个系统的这个运作的一个机理 那么对 我们现在做一个 重新小的练习 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机会 你再试一下 我不会做一个 contexto 我发现你 оказ像这样的缘缘 关系 你 不 way